公网 这个理解吧 就是我们做的系统都是内部研发 内部的系统 内部的系统 就是甭管你是公有云吧 还是私有云 还是什么 还是自己的机房 你的生产的网段和办公网都会有专线 对吧 那你的数据 你的延迟都会很低的 就啥意思啊 我们去访问一个公网 你看我们访问一个公网 我们强刷一下 你看一下它的延迟 基本都是几十毫秒上百 对吧 但是如果更高的话就忍受不了了 那它用的是什么 它用的无非就是cdn嘛 对吧 对吧 用cdn 那这个就是速度就很快 那我们做一个内部系统 如果我们连公网的速度 当然我们要比它更快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连它都不急的话 说明我们做的肯定是不及格的 对吧 那而且同时又说了吗 咱们内部的系统的那个网络环境都要更好 更稳定 对吧 专线合影的 比如说我有个北京的一个阿里云的机房 我直接接过去 那那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那完全取决于你这个接口返回的能力 所以说啥呢 就我们做那个内部系统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一个监控系统 对吧 那监控系统 你这个出图速度 30秒 20秒 10秒 5秒 你觉得用户能忍吗 大部分情况他们是忍不了的 就包括之前我在 我在 字节的时候 经常有人吐槽 这个监控 我操他的意思说 他早上起来处理问题 我妈监控打不开 对吧 有人有同感吗 有吗 这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吧 就是就就就刚才我说了 你做一个内部系统 你速度不应该很慢 对吧 你你你那个你那个接口 对吧 那你很慢 肯定要去调优他 那调优 那我们对于这块 那怎么办 那大部分有可能就是 重查询的一个问题 对吧 之前我们几天 查7天就慢 对啊 你看 你这个东西就要去给他加速吗 或者说你告诉他 你7天就应该很慢 让他有个知晓 让他不要逼逼 他不要说 是你那个能 是你平台的那个人的能力不行 或者说你一块没有做到 对 当然我们 我们这个东西的SRA的程度 或者说这个性能的程度 是应该是个阶梯状的 比如说 一小时之内 我们保证 50毫秒 两小时之内 我们保证多少 当然跟数据量还有关系 对吧 所以 一般比如说 我认为 就是一个图 三秒还出不来 就认为很重了 对吧 当然说一小时的 对吧 那么 那么高基础查询举例 你看这个 内蒙能力点加 或者A吗 A加 这个就比较高了吗 那你想没想过 就是为什么 内蒙匹配点加 或者点星 或者A 这种 它会比较重 因为它匹配的数量太多 是吧 是吧 对吧 因为它匹配的数量太多 你看它动不动去匹配上千个 但我其实我真正需要上千个吗 不一定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去写的 就当时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 你看这是业务 在看它一个接口 这个99分位的一个延迟单位是毫秒 看到了吗 这个查询接口 而且是最近一小时的 看到了吗 它居然耗了5秒多 对吧 而且我们把它这个AGG这个方克审 它里面 因为它这个QR中写的比较复杂 我们把这个方克审去掉之后呢 我们能够看到 它这个传输数据量 居然能达到12.8兆 你能够想象吗 你12兆 我靠这能下多少张图片了 对吧 12.8兆 那你想想它能快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重查群嘛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它匹配的series 有多少个 一万两千个 对吧 但是这还算少的呢 OK 那么 那么查询那个认知快乐 我们这个也讲的比较清楚了 包括那个step 我们上午也讲了 对吧 包括那个 我们也可以看 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人写的一篇文章 对吧 这不就是resolution 就是step嘛 对吧 取决于 你那个 还会把这个 最最终它会把这时间去分段 对吧 包括这个 你看这个 如果这点原始点很密 那分段它就会去选一些点 对吧 那比如原始点 这个间隔要大于你这个 你这个 相当于分辨率 那它就要补一些点 比如说我这两个点都是这个点提供的 然后对吧 所以我就要去补点 那包括这个rate这种东西 它要去几个点 比如说这是一分钟的点 那一分钟的点算成一个点 它也是这样去计算的 对吧 所以这是它这个resolution的一个东西 包括那个graph的上面有一个interval的一个函数 你可以直接去设置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看一下 有这个吧 看一个什么呢 看一个 这个 你看到了吗 就是这里 这resolution都可以选吧 对吧 包括这个mini step 其实也是你 它会你把锁标放在这 它会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 这个 你这边可以用一个interval的一个变量 去做这件事情 OK 那么 我们那个已经已经讲了一个 就是包括Permichius去做这个查询limit的一个参数 我们讲那个 本身它 限制毒并发的一个 一个参数是 20个那个并发的那个值 对吧 然后 然后 然后它还有一票的那个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个 看几个 看几个 对吧 你看这边 嗯 max samples 就是多少个点 这应该是五 就是百 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五千个 就一个query五千个sample 五千个sample 就是五千个k的那个time和value 对吧 五千个点 五千万个点 五千万个点 对用多少内存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 五千万 乘以16 除以1024 除以1024 762兆 对吧 因为我16个比特 不是16个不是比特 16个字节吗 对吧 然后那个kb 呃 兆 762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五千个sample 的是可能就要占762兆的内存 比如说你一台机器16个G 嗯 对吧 让你带16 除以 可以看并发的query是有多少个 嗯 16乘以1024是吧 除以他 25个吗 所以就是20个左右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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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做remote read的时候 他这边也能看到storage的remote read 他也有并发的限制 这边并发10个对吧 sample limit 然后buck on max.bat 以及ifram 就是单一个 单一个 单一个什么来着 反正单一个查询的 一个byte吧 对 然后呢 嗯 就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些限制 那其实无非的也是为了去保护后端吗 或者保护你的那个 呃 主要是保护后端吧 然后端有可能是他自己 有可能是他m3db 包括ciano 对吧 我不是ciano有没有这个东西 应该也有 啊 所以单一返回的自己大小 对吧 那么 所以那个highway query 他也就是说高技术查询的原因总结就是啥呢 嗯 比如说啊 因为那个tdb都有压缩算法 对吧 比如说dod和xor 那我们查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解压放大的时候 对吧 那解压放大 解压放大 因为我存的都是原始点吗 那解压放大的时候啊 就会有刚才我这种计算模式 对吧 你多少个点 多少个点 多少一个一个是16个字节 对吧 让你去查查查 比如说 我30秒钟打一个点 我查24小时 对吧 那我会有多少 大概内存是439兆 对吧 如果同时这样多个query 就会把内存打爆 对吧 所以他会去加上一堆参数去限制 当然除了上面那个query perpiration的过程 就是我们前面讲 那个还会有那个sought和 那个相当于inner evaluation 也都会耗时 所以他这个种察群产生的原因 就是这些 这这里理解吗 这种 为什么会有种察群 然后种察群它可能带来的危害 这里理解吗 理解 OK OK 我们那个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钟 OK 我们休息10分钟 休息到 2点45 2点45 回来 把这个先暂停 OK 回来了吧 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啊 刚才讲了一个高基数 对吧 就是首先一个现象 就是咱先别转那些名词 对吧 一个现象就是慢 对吧 慢 然后我们再往里往深处挖掘一下 就慢 首先是一个 页面最直观的一个返回 就是人脑子中开始 怎么好像过了十来秒 我都还没返回回来 对吧 这是最直观的感受 那我可能会再去下意识打开F12 看看浏览器 比如说 这个时间太长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请求的大小也太长了 对 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请求的大小也很小 但时间就很慢 对吧 这个有可能就他本身的接口处理 数字就慢 跟他数据量没关系 或者网络延迟 或者网络之间的来回是比较慢的 对吧 那我有了这个 其实这些都是现象 对吧 我有了这个现象之后 我应该知道 那 那那个 那就是高基数 那高基数 对应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重查询 那重查询就是查的太多了 对吧 他太多 然后我们就来一个查太多的一个例子 那不就是匹配A吗 对吧 那匹配A 匹配A呢 然后我们 嗯 我举了当时我的一个真实生产中意到一个例子 对吧 一个99分位的一个延迟 一个 对吧 然后5秒多 去掉这个AGE的这些方法之后啊 你看9秒多 然后1212.8兆 这个数据量很大 对吧 然后呢 普罗密修斯呢 他其实 从各个维度都做了这个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 就是最简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去限制你嘛 限制你的并发查询的大小 一个的就是一个一个是查询的那个每个人的查询的大小 或查询返回的这个点数或者并发的那个请求 相当于并发的请求的那个那个请求数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去限制 那么那么 那么having query底层的原因 我们去想啊 我现在脑子就想 对吧 也可能想的不对 我们但我们可以想嘛 对吧 我们想他 嗯 他是做data point的压缩的 对吧 那压缩 有压缩就有解压 对吧 那那解压的时候 嗯 就有一个放大的问题嘛 那放大 我们就要看看内存大小 大概是多少 对吧 包括我们上面也讲了 他为什么默认的mark sample是5000万 并且max concurrency是20兆 不是不是20个 对吧 这些东西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是 啊 700多多内存嘛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关联的嘛 对吧 然后 嗯 问题已经抛出来了 就是说有重查询 对吧 然后现象我们大概 现象和原因 我们大概都 对 都都了解了一下 那么 而且我们也上面也讲了 query log的东西 嗯 就有些含义 对吧 那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去解决它 对吧 那 那如果这个问题先 我们先不往下看啊 比如说先抛出来 那我们怎样去解决它 我们得想 对吧 就第一个问题 我先要去找到 对 我先要去定位 哪些是重的 对吧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手段 比如说我连定位的手段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哪些是重的 这个就不好整了 对吧 那哪些是重的呢 有什么手段呢 那第一点手段就是 我们的query log 对吧 那我可以直直观的从log中去解析 因为 因为log就是一个结果 结果值的一个汇总 对吧 那log中打印的是几秒 那它就是几秒 对吧 那有可能 因为我比如说 我根据这个 比如说这个随便来一个 这个有可能是2 或者说我看它像是多少 但这都只是推测 对吧 那log它是一个真实的结果的一个记录 一个反馈 对吧 所以根据log肯定是一个OK的 那除了log还有别的手段吗 还有别的手段吗 其实除了log 我们之前也反复的提到过 比如上午我们提到的一个接口 它的tsdb的status 你看它tsdb的status中 不是会告诉我们的一些高技术的 查询的一些高技术的一些统计信息吗 那最简单 这边还有几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 它会告诉你 top10 label names with value count 啥意思呢 就是最 就是标签 这个标签的value 这个value最多的10个 10个标签 排序 对吧 那10个标签倒序 那name肯定是最多的 这毫无疑问 因为所有的metrics都有个name 对吧 即使你没有任何标签 比如说哪些没有标签的 比如说你没有任何标签 你肯定有个metricsname对吧 因为name也是一个特殊的标签 对 说白它还是个标签 它只不过特殊一点点 或者一种刚刚开头的 对吧 类比 想到这你可以想到 python中的一些相当于模仿方法 比如说init call 什么next enter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get items 对吧 就一堆这种模仿方法嘛 那么 那么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一些标签 比如说command l e对吧 groupname threadname 对吧 这些标签 这只是标签的情况 那么 这边还有一个维度是top10 series count by metricsnames 啥意思呢 就这个metricsname最多的10个metrics 就10个name倒序 那有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假设啊 他假设这边是一个10万的一个量级 那么他去查这个metrics的时候 我们是否就能够直接知道 他有到他就有对应10万个 一个series 对吧 那10万个series 我们这边不就是可以去简单的去算一算吗 对吧 他大概需要多大的内存 对吧 所以我们就就是啥意思呢 刚才说除了log之外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手段 对吧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这个这个统计信息 然后统计信息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判定 对吧 包括这边会告诉你top10 names with high memory usage 对吧 包括这个建制队 他会告诉你哪些 你看persess一个spouter是最多的 对吧 对吧 嗯 嗯 那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 就是 就这个可能是一种方法 那我具体 怎样去做它 有想过吗 嗯 比如说一个查询来了 那我怎么和这个东西关联起来呢 有人思考过吗 或者说现在思考一下也行 没事说错了无所谓 那你就就讨论 因为你就是思考的过程很重要 嗯 对 其实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因为我有我有你这一些这个各种维度 甭管是标签维度的 还是这个metrics name维度的统计 对吧 那么我 我我在你的查询 假设啊 grafa呢 直接掉的一个数据源是这个是真实的普米修斯 哎 我在这个前面再顶一层 一个拦截器 或者是一个一个代理 代理干啥呢 我能够拿到你这些请求的参数吧 啥是参数呢 这不都是参数吗 比如说随便打一下 对吧 这不都是参数吗 那有参数我就能拿到一些啊 你的查询条件 比如说这个metrics和这个标签 那么我我这边又有标签或者metrics的一个高级数的一个统计 那我是否就能够给你给出一些推断的信息 呃 假设 比如说我能够通过这个东西 包括一些时间 我能够大概算出你这个这个表达式大概要耗多少的内存 但是只是一个大概 对吧 假设我不传标签 你看我不传标签 我只传metrics name 其实很简单的去匹配 因为我直接有metrics name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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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假设你是其中之一 比如说你不在里面 说明什么问题 你要你比80还小 假设现在我只有一个采集器 嗯 我只有它 对吧 嗯 说明你比80还小 对吧 那你比80还小 你的其他表 因为你不带标签嘛 所以假设你就是80 那我能够算出你大概好多它内存 对吧 你有80个series 一个series 是16个字节 对吧 那你不就是好这么多的1k吗 因为比如说你只差一个点的话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很好理解吧 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是 它通常是带标签的 对吧 那带标签的 我虽然有metrics和标签 但我不知道这个metrics和这个top就 他们都是各自这个top10 对吧 那我不知道这个top10和那个top10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我只能 所以这种方法的弊端就在这里 就是说我没法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啥 但是我能 我能够 我能够 但是我也能够 差不多也能够猜出它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 嗯 怎么说呢 呃 或者我可以根据一些事后的统计的一些信息 就是一步的 比如说我先把这些这个name和这个它里面常用的一些标签做一些关联 啊 总之这个可是是比两眼一摸黑是能够更进一步的 就是我和据你这些标签和metrics 我大概能能看出你到底有多多多 耗多少资源 对吧 或者到底有多重 那么有了这个信息 说明这种也是一种手段 我就可以把它作为这个判定的一个一个依据 那当我拿到了这个这个东西之后 比如说假设这东西现在可能会耗我10个G的内存 那我因为我是顶在你这个查询的前面的 所以我一看呢 看它可能会耗10个G 比如说我的预值设置的就是5个G 你大于我的预值 那我可以干什么事呢 我可以拒掉你 我直接return400 就我连查询都不用查了 这就是保护后端的一种模式 就是就叫这个 其实是我专一脸叫做封禁 封禁嘛 就是把直接把它封掉 哦 这 因为你这个查询太重了 对吧 就要封禁 那么 那么那个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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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吧 就是手段有两种手段 一个是log 一个是这个 根据那metrics做做匹配 这个理解吧 理解的 扣个鱼看 但是一个series的16字节 这个 啊 不是 不是一个series的16字节啊 是一个是一个sample16个字节 咱们不是之前说过吗 第三天 想压缩的时候不是说过吗 我 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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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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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sample最基础是由一个64比特 呃 不是64比特 就是flow的64的value和timestep和int64的timestep 所以就是八八字节加八字节16个字节嘛 你看到吗 这边16个字节嘛 啊 不是 这是beat length 啊 那个在哪里 对吧 这里嘛 16个字节嘛 ok 对 呃 但是呢 嗯 因为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查询那个结果值 所以我们随便找一个query range的查询结果值 你可以看到啊 它先是 你看到了吗 它先是这个metrics 就是相当于这个啊 标签组 这个标签组号的内存呢 咱们先不做计算啊 你后面是它的value value是导致它 就是也就是说我这个value越多 就是value每个value的那个基础的值呃 乘以了value的数量才是我真正内存消耗的一个大头 对吧 因为metrics即使它太大 因为我只是一份 因为我一个series一个结果 共享这一个 对吧 因为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根据不同时刻的这个value和timeship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控制的足够 足够低 所以这也是它做gruda压缩算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控制这个的量 对吧 对吧 如果你这边有10万个 那就不一样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主要考量在这儿 当然上面这个也是要考量一下 对吧 嗯 OK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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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解吧 其实这是很很很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很容易想到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那个ngs 或者流量接入层玩的 因为因为据我了解 就是做运维也好 做运维开发也好 流量接入层一定要玩的特别溜 嗯 就怎么讲啊 我 你现在不是查吗 你不是查这里吗 查查那个 查这个普罗美修斯吗 我写个接口 我先接管他的请求 你先到了到我这里查 我全都不让你查 我直接return false或者return400 全部回去了 理解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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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吗 就是在流量接入层上的玩法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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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很 很常见的 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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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很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 你配 ngx 或者你配 ngx 中式 rewrite 它 或者说 嗯 其他东西 但是请求同步了 会导致请求很慢 所以在流量接口层 这个东西一定要要求你这里处理要快速度要快 当然啊 你你你每来的一个请求 你再去请求一个变 这就很慢了 所以你应该提前把这些结果缓存起来 比如说塞到redis里边啊 或者塞到哪里啊 对吧 其实你就要一个结果值嘛 对吧 包括我们后面也会去讲啊 讲这个东西 嗯 怎样去做 不可能说你你来了一个请求之后拦住他 然后又查了十个接口 那这个 就越显得有些 统一网关接口 啊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一定就 当然不一定是叫这个东西 就是玩法很多的 就比如说 你这个http 我想你这个请求 我想让你 怎么说呢 嗯 最简单 那个来源 来源为这个这个ip的全部封掉 这就是一种 这就是一种一种需求啊 当然这个有可能在那个在网络上就直接做掉了 对吧 或者说请求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反爬虫 就请请你分析他的user agent 咱们上午不是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cur 是吧 对吧 你看 你看这边cur 他不会带一些什么吗 带一些user agent 那我比如说你这种python request的脚本的 我直接给你剧掉 对吧 就所以就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理解吗 或者有人做过吗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啊 没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吗 没事 咱们接着往下讲吧 后边我们也会去 后下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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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中也会去讲这个事情 就是 我刚才不是说到两个方案吗 对吧 那第二个方案 其实我就可以在这个就是请求层 就是请求者 那我现在请求者是graph的 那我的真实的服务端是普罗米修斯 我就会在请求者和普罗米修斯中间加一层 这个这个还用画吗 这个不用画了吧 我还是画一下吧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用户 对吧 然后假设用户代表那个会画一个web吧 对吧 假设这是一个web 就像我对 就像那个later manager的优的中间那一层 对 徐斌说的很对 就是在later manager和优的中间 他又接了一层做他的那些逻辑的处理 但是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链式的 对吧 那你看 比如说我这边用户去请求就是graph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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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去请求graph呢 对吧 用户去请求graph呢 然后graph呢 去请求 分别修斯 对吧 啊 人家这么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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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需要呢 做件什么事呢 我让请求先不直接打到他 先打到我的自己的一个代理上面 比如说这是我的代理 然后我代理先处理完之后 我就再给他 比如说我可能会做些什么事 比如说最简单 封禁 比如封禁 然后参数变换 然后还有记录log 对吧都可以 当然记录log可能不是这样干的 就是封禁的时候 我就直接返回给你了 我告诉你不对 你这个请求不对 我会去教验一下 对吧 所以其实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流量接入层的一个玩法 你不都是http的吗 对吧 我都可以这样去做 我只要参数是对的就可以 对吧 那具体的一个实施方法是啥呢 我把你的graph的数据源给改了 不得了吗 改成我想要的一个 我的劫持的一个地址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是第二种手段 那手段有了 对吧 那手的手段有了 那么我们怎样去 比如说我能够识别你的那个量 就是识别你的手段已经来了 但是我现在我今天要做一生什么事呢 有了这个这个重啥型 我想怎么样去给你解决这个事情 对吧 那思路也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 首先它很重 对吧 那我能不能直接通过一些手段 直接把它变得优化 直接把它速度提上来 这是第一种手段 那第二种本来你就不合理 我也没有必要去给你让它 就是给你去提速 因为你本来就是重的 说明你使用不对 比如说啊 你每次都要slack的星 因为我slack的星 从来就不能保证它那个很慢 因为它要回表 或者说它要全标扫描 我就不在slack星上给你做提速这个能力 我就告诉你 你slack星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其实是两种 就是解决手段是两种思路 这个理解吧 就是我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 就是你的用法是不对的 让你自己去改一个正确的用法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就是说 你之前这个用法其实是可以 但是我之前没做好 没有把你一个提速的能力给你保证 明白吧 就有些东西 我其实没必要给你做提速的 有东西是我能做 但是我没做 所以这是两种手段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个 比较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不应该给它去做提速 比如说它想去查A星 你觉得应该给它做提速吗 就刚才我们查 我们把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 大家觉得就这个东西 应该给它提速吗 就大家觉得应该给它提速吗 对吧 肯定不做 因为它不合理吗 那不合理 那我就要干一件什么事呢 我就要 比如说我拿到你这个技术很高之后 怎么办呢 我就要封禁你 对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高技术 那我在开始之前直接封禁你 直接返回400 就是在这里吗 我就直接告诉你 不对 对吧 你要自己去 去那个什么 去降低你的技术 对吧 当然 我举这个例子 它其实也不是 很少有人会闲的这样去看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你说如果我们不做封禁 我们就活不了了 我们就会挂 对吧 那就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原则 就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一定要拒调 拒调 拒 对吧 不合理的一定要拒绝调 那么 那么合理的 那我们应该比如说给它去做提速 假设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你一个内部系统居然需要5秒钟才能查询出来 那我应该给它查询 至少提速到500毫秒或者1秒 我让它查询出来 对吧 这是提速 第二种是啥呢 我可以就是我可以进行提速 第二种是啥呢 我可以怎么说呢 我给你变换一种方式 或者说怎么样 我告诉你那个优化的一个点 或者说我就告诉你怎么去拆解它 去提速 对吧 其实我本质上没有给你去做原始大的一个提速 我们来说一个几个具体的一个场景吧 就先说封禁 封禁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比较容易去做 对吧 那么我只要在中间 中间给你封在一层代理 然后呢 我就无非就是说 我怎么样判定它 判定它 然后哪些是高的 然后就封禁掉 对吧 那最最简单 我可以封禁掉 name等于a吧 点星 这种东西我都可以封禁掉 有没有道理 对吧 name等于星 或者m等于点星 甚至有人会会干这件事 然后他就干这件事 cont 他去看看你的兼工系统用的多少个 这东西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count name等于 比如说a星吧 n等于匹配点加可以吗 可以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应该提供一个其他的手段 去实现这个事情你直接来我这边一个就类似于graph的这个页面 对吧 我直接告诉你 这边比如说一个总总量是多少个 比如说这边是1000 我直接告诉你 你来我这边查询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呃 掉这么一个原始的方法去查询 对吧 这是这个封禁的一块 那呃 我们要谈到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预聚合 那啥叫预聚合呢 预聚合就说到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提速的一个东西 呃 因为是这样在监控系统中啊 其实一直是有这个流 就是说这个经典的这个对比 就是呃 比如说采集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push型和push push模式 对吧 那查询的时候 也有也有也有 嗯 查询的时候全是那个query 就是比如说聚合的时候 我们也有 嗯 实时聚合和预聚合 那 什么是实时聚合 实时聚合 这个你看到的所有的ql都是实时聚合 你看到这种 比如说 比如说看一个 这是 比如说 嗯 像这种 全都是实时聚合的 或者说这个不够直观 我再看一个 嗯 就graph呢 这个吧 这个还算直观一点 看到吗 啊 他居然没有做sum 看着这个 这也不是 平均 诶 他这东西都没有做sum 吗 啊 看看啊 给8s这个 啊 给8s这个 给8s这个 啊 啊 哎呀 找个聚合的这么费劲吗 你所有看到的sum count 这种这种都是average 都算是实时聚合 啥意思呢 它其实是一个聚合函数 对吧 那实时聚合啥意思 我直接当场就协别大事 我当场协别大事 你甭管多几秒之分给我那个请求吧 就是我能够跟你所有的历史数据算出那个实时算出这个结果来让图回来 它其实是相对预聚合的一个一个感觉 啥叫预聚合 预聚合是 哎 我有个页面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例啊 我有个页面 我有个页面让你配置 比如说我给哪个组 比如说这是一个组 我给哪个组 然后我选一些配置项 我把它聚合成一个新的metrics 这叫预聚合 那预聚合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啥呢 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我在我 啥时候你添加的这个聚合这个条目 我再开始给你聚合 你添加之前的数据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实时聚合不一样 实时聚合是啥呢 你只要历史数据 假设我历史数据有最近12小时的 你看我有到 我有12小时的数据 对吧 那我就能聚合出12小时数据 但是预聚合是啥呢 我比如说我在这边去 哎 怎么添加那个annotation 对 我比如说这边是一个 比如说张三 比如说吧 要以设置了预聚合 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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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比如说 这边来吧 诶 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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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嘿 算了 反正意思 哎 我就拿个哥们儿了 是因为没有开他那个annotation吧 annotation 好吧 反正能简单理解一下 就得比如说 假设啊 我在15.15才开始创建一个预计核 那我前面的曲线都是没有的 因为他是接到你预计核的命令之后 由预计核的子模块和子系统开始做查询计算 才打出一个新的指标来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这个理解吗预计核这个东西 ok 那么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openfalcon为例啊 那当年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预计核这个时间给他做了 那预计核最后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想看一些网 比如说我想看一些一个组里面的所有机器的网网卡 比如说这是网卡的in网卡的out 网卡inout的那个比如说分位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那么那么那么这个聚合最后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得先去创建它 就这里 你得先去创建它 比如说我今天创建 那我昨天的数据是没有的 虽然我有之前的原始数 因为预计核就是从创建时间点之后开始聚合 对这是他的预计核 那实时聚合是啥意思 你只要有多长时间的原始数据 我甭管你多慢给我返回回 但是我都能把你原始数据加工成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聚合呢 我们来看一下聚合在监控中作用 就是啥呢 按照大量的分散的数据 按照一定的维度 比如说一个组同一个组的对吧 那我想得到一个组的平均值 一个组的一个分位值对吧 然后我要去做这个聚合 为什么要谈聚合这个事呢 因为那些高基数的那些重察群 往往都是聚合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去看 我我会给大家谈一下当时我的一些经验 那高基数的都来自于哪里 卡夫卡 业务的分位值 那业务分位值就是Histogram Quanto 包括叠加Sum Rate这些函数去做的 那么这些东西 但是Rate不是聚合函数啊 Rate是普通的普通的函数 Sum才是聚合函数 那么那么这些东西一旦 就是他重察群大部分都是这些聚合 比如说我只想查CPU 那我只查单台的那单台的话 其实没有聚合 对吧 那我这种Average Rate 那我完全取决于我这个里面的节点 到底有多少台 1000也是他1万也是他 对吧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谈这个聚合 包括一聚合实时聚合 因为它其实都底层都是根据对 对于也不叫海量数据吧 就是高级就是大量数据的处理 往往都是一些重察群 对吧 那么其实当时那个原版它的聚合器 它其实原版有个聚合器 就OpenFile很重 原版有个聚合器 当时有个现象 这个很明显了 断点 看到了吗 因为 因为你每个查群都是重察群 那它查群又就是消耗很大的资源 它也要不断的去查 它可能会有它自己代码中的一些问题 那当时我去做了一些优化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吧 至少你要连续一起来嘛 对吧 那么 那么 预计核就说了 它要去定时的去创建 那么 呃 这个原理就不说了 这里面涉及到狗状中的一些东西 就不说了 那么 那 呃 那预计核和实时聚合的 呃 那预计核和实时聚合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啥呢 这边也是说了就是实时聚合就是 查询条件很随意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而且我能够能够把你所有的原始原始数据 全部给你聚合成一个一个曲线 那实时聚合的缺点很明显 就是就是慢嘛 或者资源开销大 因为这种重察群往往都是实时聚合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重察群 它往往希望一个在一个海量数据 你在一个较短时间能够返回我 你想想这个东西本来就相当有点悖论的意思了 对吧 就是多快好省了 就是本本身数据量就大就是多 对吧 那他又希望你很快的给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还要好 就这个整体的体验还要好 就是因为这个给他是要随意的拼接 所以这不就多快好省了 他还希望你省资源 这不就跟京东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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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an一样吗 对吧 但是京东他有他他不讨论那个东西 他就说这个对吧 大家就是一个悖论对吧 你不能你不能什么都都让你站着对吧 所以但是你看欲聚合他有个什么 他的缺点是啥呢 欲聚合就是说啥 我什么时候要弄创建 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必须提前把它创建好 我创建点之前是没有的 对吧 他就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但是欲聚合的好处是啥呢 我我是后台给你做的计算 我不是你查询的时候实时给你去做的计算 是有一个聚合模块 他把那个聚合成一个新的一个结果值 给你聚合去展示出来 那么那么他其实就是两个就是异步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就是毫无关联 也不能说毫无关联的事情 就是没必要等待 没必要同步的去等待 对吧 所以他的性能会高一点 对吧 那么实时查询 刚才说的这个慢啊资源开销的一个问题 对吧 这是实时查询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是欲聚合 欲聚合就是问题 就是他必须要提前定义好 对吧 那欲聚合的好处是啥呢 因为你聚合 比如说我原来的基数是10万 就比如说我查这个nameA型是10万 但我创建了一条聚合规则 把这个东西改成一个叫ABC 那ABC的基数立马就变成为1234 这种低基数了 完全取决于标签多少个 所以 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就是实时查询和实时举合 就在监控中 实时和欲这个两个东西 就是一直在 就实时查询和欲查询 这个东西其实是贯穿监控 实时的一个事情 对 那 那我们为什么要谈到欲聚合 就是说 刚才也不是也提到了吗 他可以去后台的一个模块 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至少能干一件什么事呢 让那个速度能够快 对吧 因为 因为你想啊 我这边 我这边去查询他的时候 他 我这边查询他的时候 他他很慢 对吧 那是因为我查询的时候 我还要去算 对吧 我还要去算他的平均值 对吧 那么假设我要把提前 我把提前都算好 你直接过来查 根本就不需要不需要算了 那么他就能够降低 就是就把算的时间就就没有了 而且同时有一点好处 我这个基础原来可能是10万 那我我每次欲聚合查 那个计算的时候 我直接把它变成1 就直接变成一个结果值 那最后你查询的时候 就10万比1的一个一个速度差 所以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对吧 那么 就是刚才上面说的都是 就是 普鲁米修斯有没有 预计核 不是 Falcon有的预计核 那普鲁米修斯有没有预计核 呢 其实人家是有预计核的 他的预计核 叫做Record Record 这是他的那个官方文档 他他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说 他支持两种的格 两种类型的入 一个是Alerting rule 就是我们第4节 第4天讲的那个告警 第二种就是Recording rule 就是预计核的规则 预计核是啥意思呢 这边也说的比较明白 我看能翻译一下吧 对吧 他告诉你 你可以预先设计经常使用的 用户需要计算量很大的表达式 把它保存一个 一个新的时间序列 这样查询预先计算的结果 就会通常比每次查询原始 表达式要快的多 对吧 那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啊 和报警的 说是不是 也不是一模一样 就很像 对吧 首先是个groups 然后一个name 然后这是每个表达式 对吧 我表达式上面会有个Record Record上面会有一个 冒号风格的这么一个 字符串 这是啥意思呢 我去实施 我去定时的去计算它 计算它呢 然后我去保存一个新的 series 新的metrics name 叫它 但同时我会保留tag 理解了吧 就这里理解吗 或者有人用过它 这个recording吗 理解吗 不计算它 不计算它 有什么 预句盒这块 你们没有用过这个recording吗 ok 其他人呢 这个东西一定要多动手啊 你动手几次你就知道他是他是啥意思的 没用过 对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一会儿来演示一下啊 我这边不是也写了吗 原理分析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有很重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卡夫卡什么一个partition of offset 对吧 然后呢我把它预聚合 我配置成这么一个 我希望后面直接查这个跟查他效果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啊 就是 原理就是普罗美修斯把record当做alert一样处理 然后进行incident query的时候呢 如果是alert就走就走报警 就发给alert manager 如果不是如果是record 然后就往tidb中去追加 ok 这是他当时就是当时我截取的代码的一部分 算了我也不也不给你们看了 我估计文件没什么兴趣 我们配置一个预计核吧 我们配置一个预计核 比如说机器的平均cpu利用率 我们先来查询一下这个表达式 我们先来查询一下这个表达式 对吧 那他会告诉我这个机器的平均cpu的利用率是2% 然后这个曲线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ok 那么我怎么样去配置一个表达式呢 我希望这个表达式预计核之后的metrics 叫这个node average cpu usage 然后呢 我去就去写这么一个record的表达式就可以了 然后我把这个写进去 对吧 然后已经写进去了 对吧 然后呢我去配置一下普罗米修斯的 就是 普罗米修斯的那个 嗯 入fire 我把我把这个record加进去 我这个 啊 这是他吗 然后我去配置一下他 对吧 然后reload一下 是吧 然后reload了之后呢 我们到 嗯 到这个页面上来看一下 他会他然后他会告诉你 嗯 你这边呢不止有一个报警了 对吧 还有有一个呃 表达式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 就这里 record 对吧 说明他已经生效了 那生效之后呢 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去查就可以了 你点这个node cpu usage 他就开始查了 发现了吗 他开始打点了 对吧 我以这个因为我刚才配置了吗 我刚才配置了 我的意思是呢 呃这个表这个表达式呢 你帮我去实时的预举核 呃实时预举核之后呢 给我写成这么一个metrics 但是呢 注意啊 要同时保留tag 当然 因为我这我这个没有tag 发现了吗 因为我这个表达式原本就没有tag 对吧 那么 我们在graph那中去创建一个dashboard 嗯 比如说我先去表达就是p runcode 嗯 对吧 嗯 对吧 真是扶了我这个p 这个电脑也不是这个国众论器咋的了 你们你们都没有遇到这个国众论器编辑 它会编辑不出来吗 我不管了 嗯 比如说这是我的原始原始制原始表达式 我叫实时查询吧 实时聚合吧 对吧 那我实时聚合的表达式叫这玩意 对吧 我把这个 粘贴进去 哎 对吧 实时查询 那么我去detip一张 我 我的玉 我的玉 玉聚合叫什么来着 嗯 叫它是吧 我的玉聚合 叫它 就给他个 玉 对吧 那么 我把这两张表达式拿到这里来 然后呢 我把这个都拉成同样的宽度 比如说我们拉到五分钟 十分钟吧 十五分钟吧 三十分钟 你们就能够清晰的看出来 玉聚合和实时聚合的一个区别 对吧 对吧 因为因为实时聚合刚才说了吗 你有多长时间的原始数据 那我就给你按照你一个聚合方法 给你去把这个数据全部露出来 但是玉聚合呢 你呃 完全取决于你那个时间点 是配置的时间点 之前的数据没有 因为没人敢再算 所以这个和这个和刚才我们那个 那个 就是科件中讲那个 open file 肯那个例子 就 铺式型的open file 肯的例子 就很像 对吧 你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什么时候去去写填写这个 只不过这个信息呢 保存在买色口里面 因为他走的买色口的配置 那我们这个朋友们修塑呢 走的是压末 file 对吧 完全取决于这个东西 对吧 那我随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么这个会往后去追加 往后去追加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是2.20 对吧 他也是2.20 大概是差不多的 我们把它追加到5分钟 对吧 或者我们再拉一点 你能够看到这两个曲线 其实是 呃 一样的 或者我们在graph中弄一个这么玩 叫share cross pair 对吧 意思是说 我去弄的时候 这个两个红线是一起的 对吧 首先就是说 这两个曲线 的结果值肯定要对上 那对不上 说明你 说明你聚合的有点问题吗 但是他对不上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偏移 因为聚合 它毕竟 预聚合 它毕竟要慢一点点吧 就这里理解吗 就是根据一个 普通米修斯的预计核的一个 实操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去看它实实去核和预计核的一些区别 理解 理解 你们都跟着做了吗 好吧 好吧 有人跟着做吗 有人跟着做可以等等你们 明天晚上上班摸雨 只顾着停了 OK 好吧 好吧 那么 OK 啊 我们配置了一个对吧 对吧 那我们配置了一个之后呢 嗯 我们开启了以后之后呢 呃 嗯 我们配置了一个对吧 然后那个 然后我发现在曲线也能对上了 嗯 我们要说一下什么问题呢 嗯 标签 对标签 嗯 你看上面这个表达式 因为这涉及到它QR的一个语法 就是 你看我这个复的我这个表达式 嗯 把它整体一下 因为我这边没有by 嗯 我没有by的话 那么我这个表达式 这个这里的标签 就是空的 但是我会有一个表达 就在 那个 Graphine中会展示的 比原始的表达式 但这边是没有那个啥的 就是没有那个 哎 没有标签的 因为我没有设置 这个表达式里面没有标签 那我可以给他设置一个标签 比如说啊 我我再造一条 再到一条啥呢 嗯 比如说 嗯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弄这个spot 嗯 弄的抛特呢 我想看一下CPU 对吧 嗯 啊 看内存吧 内存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U字的 它是这样使用的 就是total-available 对吧 那我们去看一下 它这个 呃 query的这个 应该是第二条曲线 是吧 对吧 哎 这条 这条 就是node 呃 就是total-available 等于U字的 那我也造一条 造一条啥呢 我就造一条U字的 对吧 然后把这个匹配条件去掉 因为我需要看所有的 对吧 把这个匹配条件去掉 怎么造呢 我直接vim了 对吧 然后 name rules 我去造 嗯 嗯 我造一条什么呢 叫做 呃 node memory U字 得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直接倒一条这个东西 然后reload它 reload的发现呢 再去看看它的这边 对吧 然后这边告诉你 哎 这个ok的 然后呢 叫node memory used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 我们把这个再打进去吧 写到这里来 哎 我们add一个肉吧 肉肉进去 再add一个肉 然后 对吧 然后呢 嗯 嗯 这是 鱼 对吧 对吧 我原来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叫叫这个是吧 实时 对吧 编辑了title 这个叫memory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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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嗯 我还是把它那个拉 拉成这样 小心一下 再有一把 嗯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把你没发现吗 我这两个那个标签 其实是一样的 看到了吗 就我想说明就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这个例子不是没有标签吗 但是就它预计核的时候 它的好处在哪 它会保留你原始的标签 比如说啊 我原来那个预约实实实实查询的时候 我会这样写 叫 嗯 我把它变量写上吧 就是 叫 找吧 啊 冒号 是吧 然后呢 我这边一样编辑它 你没发现吗 这这两张图没有没有差异 如果在时间一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五分钟 对吧 这两张图没有差异 连标签都一样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我只要这个 我只要这个预计核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这个 series 替换得当 就没有替换错 那你在graph呢 查询的时候 基本都用户的无感知 除了前面的数据没有 发现了吗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一个是它的特点 第二是后面我们那个实战中啊 要用的这个东西 ok 那么 那么这个我们实时配置了一个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呢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预计核啊 我们看不到 看不出来它的效果 比如说呢 我们打开f12 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肉的这两个panel 对吧 那我点一下刷新 哎 它就会去打两个query range出去 啊 你因为你现在看不出那个效果 因为它 怎么说呢 它都很快 因为我这边就两个 这边也是两个 对吧 它都很快 你看不到效果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你看 实时聚合的时候 它需要查到两个series 对吧 然后再做计算 但是呢 我这边只需要查一个 能感觉到了吗 对吧 这就这就 这个它的查询量有可能就是它的二分之一 理解吧 当然这点量不算什么 嗯 对吧 有比如说 怎么说 这个东西它本来是五万 这个也是五万 那我就查十万的那个量级 但这个呢 就是一 因为你这个结果值 它只有两个 完全取决你标签有多少个 那现在就两个 所以就是十万和二的区别 当然这个速度体现不出来啊 一个真实体现速度的地方在哪啊 在那个 就在这里 看看 这是我之前做那个项目 你看了 六秒和二百毫秒 就是三十倍 对吧 这是转换后 转换后就是说相当于 预集合 这是实时聚合 这还是一小时的速度 所以速度提升了三十倍 对吧 但是这个还不算是高的 有更高的 对吧 那么 那么我们配置了一个这个之后呢 我们从原理上也能感受到它的 它的那个 呃相当于提速的一个一个原理 但是我们没有从直观上感受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数据量 对吧 OK 那 这个理解吗 就是刚才配置包括 Series查询的时候 这里 理解吗 理解 标签怎么出来了 好问题 标签怎么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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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标签还不是by 这个标签就是它原始的标签嘛 那么标签怎么在预计盒中体现出来的 代码中告诉你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翻到它的root recording 看到了吗 recording 然后呢 recording 看到了吗 这个标签 然后呢 把这个标签给拿出来 然后又塞进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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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去了 然后在manage中 manage中 这个 啊 看看 你这里吗 你看 如果 如果它是 alerting 对吧 它是alerting 就走sand alert 对吧 如果你因为它处理处理的东西是 对处理的函数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走alerting 那我就 如果你是alerting 那我就走sand alert 对吧 然后就给بuckyalertmanager 对吧 然后后面 我就开始append 看到吗 app.app..app是啥玩意儿 是appender 就是相当于tost b的appender 但是appender有可能是本地的 也有可能remoter ض到远端 比如说啊 你这边的 후 就褚 transformations 写的是远端的 就这个root 它会以这两个matrix 都会写到远端的地址上面去 你写几个他就会给你同步到几个里面去 所以他这边就append的 他会把原始标签都保留着 保留着 然后就去往TSDB中去追压写 所以标签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聚合的时候 是可以去保留一些标签的 比如说aggby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标签 我只想保留其中的一个标签 avg 对吧 by job 就只有job了 对吧 比如说by instance by job instance 对吧 那我只想保留instance 完全取决于你预计和原始的结果到底有什么标签 他就会给你保留什么标签 他保留标签的目的就是相当于让你刚才我展示这个效果了吗 其实我把metrics name这个东西摒弃掉 因为很少有人会保留这个metrics name对吧 你要真实的去配置过这个这个dashboard 你就发现他都要去做这个laden的或者说这个变量 对吧 很少有人就直接就这样了对吧 那我这样一做其实两边包括你看时间如果都对上的话两条曲线就是几乎就是完美的叠加在一起 但是在生产环境中不太可能可能会稍有偏移 因为一句和他本来就是稍微的跟他原来的时刻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ok 那么 ok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和之前的querylog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事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提速这个事情了 对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重查询 我当然简单的时候 我如果只想给你做提速 同时也保护一下我的后端这个事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怎样去做 那 那怎样去做呢 怎样去做 怎样去做 看这里 这是我之前写过一个项目 我们就来看他怎样去做 首先 首先 有呢 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 嗯 我得选一种 就是 判定的一个手段 刚才咱不是讲了吗 大概有两种手段 一是根据querylog去判定 对吧 第二种是 第二种是啥呢 那我那个根据你的tip那些统计的top10那些status跟你去做判定 然后判定完之后呢 我们拿到这个东西 我们要创建一个预计核 那最简单的一种模式 假设啊 假设啊 最简单一种模式 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 呃 比如说这个memory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 假设啊 现在很重 那 那我 那我 不管我通过什么手段吗 我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我让用户 啊 把这个东西 哎 我告诉你 哎 你去写这么一个东西 啊 在Promitius上面 就可以了 然后后 后边呢 你注意啊 你要查这个 你不能查原来的了 对吧 那其实这个效果 这个最功能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你觉得用户会买账吗 用户 用户 用户站在用户的角度是说 OK 我是一个 我这个很重 那我还得写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我我我查的时候还不能查原来的这个指标了 对吧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让怎么我们怎么能自动的判断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都变成一句合吧 对吧 我们都不总不能把这个你看这里面有很多个嘛 对吧 这里一个大概有二三十个我们我们总不能把它全部变了对吧 我们怎么样自动的去判断自动的让它变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能让用户不改他这个dashboard的 就原来他还是查查这玩意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表达式我们怎么能直接让他查到原来后面那个预计核之后的结果值 这个就针对第二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就是他不改我还能让他查到查到那个结果值 怎么办知道吗 有思路吗 对匹配转换 对 其实说白了就叫指路为马 你 你 你查到这个东西 那么我不是你你请求这个东西 我拿到你这个表达式 我根据一定的转换规则 会拿这个举例吧 这个更生动一点 我直接把你的这个 这个a-b 换成 换成这个东西查 不就能一样 因为因为数据都存在一份存储里面 对吧 那么我只要变换一下这个metrics就可以了 tag都不需要变换 对吧 那问题来了 怎样去做变换呢 那很简单 如果我提前知道你这个东西 比如说算哈希值 这个的哈希假设是abc 那么我你再来这个请求的查询的时候 我把这个东西再算一次哈希 然后去跟跟的缓存中做对比 哎 那如果有我把缓存中那个结果质 直接替换为你这个 快瑞的那个那个啥那个表达式 所以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其实也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要处理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吗 第一个手段是通过log去判定 那第二个手段去做变换 对吧 那首先呢我们得有个抓取log的这么一个模块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假设我这个查询 有我这个我这个查询有呃哪去了啊 查询 这里吧 假设我这个负载均衡那个读的LB后面 这边的查询层是5个不是3个吧 3个普罗美秀斯的query 也就是我的3个普罗美秀斯的query 呢 那个日志保存在本地 当然我说的是最low的一种情况 就是日志保存在本地 你要把它low过来 如果你有elk或者erfk 你直接去那里面去去查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现在说一种最low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 呃 我有 呃 这几个的那个 我要从他这几个普罗美秀斯查询的本地 去把它low过来 哎 我需要 呃 知道 去把它low过来 那low过来之后呢 我要解析这些日志 解析这些日志 同时我要设置一个预知 解析日志 我就要解析这个low过 对吧 解析这个low过之后 我要设置一个预知 比如说啊 假设我以query preparation 那个字段大于5秒 我就认为它是一个重查询 当然要叠加它那个时间 是在一小时之内啊 比如说查询 他查询一年的 他大于5秒 也就大于5秒了 对吧 嗯 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query preparation 这些是log这个函数 要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脚本 嗯 嗯 嗯 他干一件什么事呢 我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呢 他干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呃 我拿到本地这些log了 对吧 那我去解析它 解析它呢 是不是走走哪个呢 走 走到phrase的那个hashore 对吧 走phrase的这个 哎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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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rase 嗯 嗯 看看 看看 对吧 我直接走phrase的那个函数 那phrase的函数 无非就是根据上 我们说这个json的解构体 去拿到 对吧 那我就去 哎 拿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值 然后呢 我就做一些判定 比如说 嗯 在一小时范围内 他并且他大于这个预值了 我就认为他重了 但是可能当时做了一些其他的保护性的东西 因为怕误判嘛 比如说 嗯 query preparation 要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内 对吧 然后如果太大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太大了 说明他已经到排队那个阶段了 呃 就是说他就是后边的全部在排队 可能是前面的导致的 对吧 然后你就把他那个 把他这个提取出来 假设啊 我提取的东西就是这个 对吧 我把他已经提取出来了 提取之后 提取之后呢 作为result result呢 然后我要算 嗯 提取之后 然后算哈希哈希完之后呢 我存到啊 存到那个redis和console中存到console中的目的是干嘛呢 我让那个让这些普罗美修斯通过康复地能够拉到这个record的亚末 我的一件事还要把这个record就是这个 这些重的聚合函数啊 我把重的比达是发给不同的普罗美修斯让他去做 啊去做聚合 对吧 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存到console中就是这个目的 但我存console的时候呢 需要做一些处理 需要做那个 做一个增量更新 对吧 因为你之前你这次启动有可能是不是第一次是是你要看之前的一个结果值对吧 那就避免一些重复性的处理 对吧 那你要做增量更新 对吧 那增量更新可能就设计到一些啊 设计的当时的过程还比较复杂 predict console对吧 是一个还是一个那个地规的一个东西 意思是他这个python的console client的好像是最多一次能set64条 超过了就不行了 所以你要去不断的去便利他这个东西 然后去设置 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结果 就每条结果去算这个哈希值 算哈希值之后塞到redis里边 我们一会儿再讲塞到redis里面有什么用啊 然后我这里的工作可能就做完了 对吧 那么我这里的工作做完之后呢 也就是说我根据 比如说每天晚上11点跑一次 我根据所有的这些querylog 我能够知道哪些表达是中了 假设啊 我现在结果就这两条 哎 我我就这两条 然后呢 上面是我的哈希值 但是现在不是哈希值啊 假设 对吧 上面是我的哈希值 下面是我的表达是 我现在就这两条中 然后呢我也发给这个普通米修斯 让他帮我不断的去去整了 去去聚合了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户查询的时候 怎么让他自动去变化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ngs当时的一个一个配置 就是说呢 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用python用够写 但是当时用的loi去写的 就是说啥呢 我 每个人过来请求我的时候呢 我先 请求querylog 对吧 请求这个查询数据接口呢 我先让这个loi脚本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 发给那个real托米修斯 对吧 我先让这个loi脚本处理 那loi脚本的干啥呢 这个 loi脚本呢 干一件什么事呢 第一个事呢 就是replace work replace work干啥呢 我先把这个参数全部解析出来 不会就是四个参数嘛 step end start和query 然后我有的原始表达是呢 我算哈希值 我算md5 算md5呢 我去reads中去get 我看一下reads中有没有 如果get到了 说明这条 是我之前 是我之前替换过的 对吧 就是我脚本中去替换过的 那么我把query的表达式给它变了 就原来 原来你是查这个玩意儿 我直接通过loi脚本给你变成查他 因为我从reads中 拿到这个结果 对吧 我查他 查他去查到处理 因为彭美修斯已经源源不断的把预计核的结果写到存储里面 我这儿能够查到它的处据 所以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世世俱合就变成了地域集合 对吧 那么 我看看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我要没拿到它怎么办 没拿到它 我就不动了 没拿到它不动 然后我就接着去处理 比如说我要封禁怎么办 我要封禁怎么办 我也可以在loi中做 比如loi去连release 有个封禁的一个metros list 我拿到它之后 我发现在release之中 它在一个要封禁的一个list中 然后我直接给它 给它return4xx 对吧 当然这是用loi 当时用loi的主要目的是 相当于和index结合的更好一点 或者说性能更好一点 当然用go去实现性能不是什么问题 对 所以你可以用python去实现 所以 然后呢 看啊 python yaml 对 这个当时用ansible直接就可以去掉 掉起这个整体的程序 那程序的第一步是干啥呀 就是先去把这个log全部落到本地 对吧 我从本地 从三个普罗密斯坦落过来 然后呢 本地先去执行这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中干了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呢 就是解析这个日志 对吧 解析完日志之后呢 解析完日志之后呢 第一步是解析日志 解析日志之后 然后跟console中做增量更新 然后塞到redis里面 对吧 所以整体干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 然后至于 朋友修图怎么样 通过console去拉过来 那不费就是通过comfd嘛 你看这边comfd 已经写得比较清楚了 对吧 这不就是那个压谋 那个record的那个压谋的格式吗 就是你要写那个那个入 认识这个入 然后record叫什么 就他那个 新的新的那个matrix name叫什么 然后表达式叫什么 对吧 OK 就是讲到这里 理解吗 大家这里理解吗 这是当时我拿拿那个纸画的一张图 写的比较比较理解 comfd替换比 之前动态哈希 不是好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 comfd替换之前的哈希是不是好一点 不对 就是之前的动态哈希更好 因为我这边当时就是偷懒了 我没用这个方案 就是 这不是一样的问题吗 就是 我现在假设 我有一千条 这个这个报约预计核的表达式需要处理 那我这边还是动态分片的一个一个东西吗 我应该发给五个普鲁米修斯音200条 但是我还要感知这个普鲁米修斯 如果挂掉那200条 要让人去接管他 你用comfd 那不又走到那个原来那个静态哈希了吗 当然comfd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先做的 反正和和动态动态分片那里 那个没有衔接的特别好 当然那个怎么衔接动态分片 这不是很简单吗 你这里不是能拿到全量的 你往这里去set的时候 你不是能拿到全量的吗 拿到全量的时候 那时候你生成在本地生成 然后直接应用动态哈希去去做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用 你的不用网 不用网 呃 就是你从康 你每次都从console中拿到上一次的全量 和本次的全量做对比 求一个 求一个交集 是交集吧 是交集 求一个交集吗 呃 其实不是交集 就这次的 就这次的嘛 这次的 然后 嗯 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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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我想想 不是交集 应该是求病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这个中查犬 最近没出现过了 但是他 你能说他不中了吗 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有几种情况 第一是他被删除了 就这个不再不再查了 对吧 第二个是他很久没人查他了 但是你你你说 你不能保证他明天没人查 所以你应该求的是一个病集 对 但是你每次更更新 就是呃 增量更新的时候 你只能增量更新那些 纯增量的部分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就是肯定是东代哈希更好一点 只是当时没有应用这点而已 第二问题 Redis存的是大致的语法吗 是每条插询的语句都做一次缓存 是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的 因为你只能这样存 就比如说 他这标签一件变化的 他就是另外一条 是的 是的 你说的是标签变换这个问题吧 就比如说 假设啊 他他用这个这个标签去查了一次 对 他用这个标签去查了一次是重的 你必须要存一条 你他用这个标签去查 他查了一次 你也要存一条 对 因为 因为这种方案的话 你不知道 因为你算哈希嘛 你你算MD5 你有任何一点点变化 他连MD5是都变了 对 但是其实 嗯 他最大的应用是啥呢 就是当时 当时在我们那边应用特别好一点 就是卡夫卡 那卡夫卡 他这标签不会说特别多 呃 不会说特别多 但是呢 他固定看那个图其实就那么几张 你而且或者说就更更是一种哦的 就是哦吗 就这个哦 哦的时候 你把这个这个速度给他提上去 他就很OK了 对 甚至 如果你你怎么说呢 嗯 比如说这张图啊 是存在很久的一张很慢的一张图了 他的数据都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你甚至可以手动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没有这种自动化去做 当时自动化主要是想着这种 来的那种突然增量那种东西 比如说他突然又又又加了一条重插去 那难道我每天都要去对比一下吗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系统 就这个这个模 这个这个项目 整体是做这种不用人 不怎么用人为去干预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这个这个项目也有很多很多他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 他没法做的特别智能 比如说我我应该摒弃你所有的标签的东西 然后给你去做 但是他做替换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你这里写上标签和不写标签 他又是条新的了 完全取你这个record的名字叫什么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我说那个脏数据的问题 比如说啊 我写了一条重查询 比如说我只是临时起义 这边写了一个就在这个临时的 我在这个临时的大事报当中写了一条重查询 我只查询了一两次 后边我不查他了 或者我这个数据已经被下掉了 我这个标签已经没有了 我不查他了 然后你还在不断的去给他去查 但是你不断的去查肯定是没有数据了 那种可能会对你的重查询 就是实时巨核的模块造成 通过你实时巨核的模块 对存储造成一些危害 这点能理解吗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这个事情 就是他解决的是一个什么事情 解决的是把特别慢的一个实时查询 变成了预计核相当于用了另外一个人 用了另外一个工人一个worker 他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后台的事情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去查询的时候 我不用每次都查询那么长时间的资源的开销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他真的 他的底层 就比如说资源的开销对比到底是多少比多少 其实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想 我还是拿这个举例 假设我查询当前点 就是incident query吗 我查询当前点 我耗100兆 比如说我耗一个G的内存 那么我查询这个的时候 假设我耗一兆的内存 那你能说他一定就是一个一兆比一G的内存占比吗 不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因为你实时查实时聚合的这一个incident query就查当前点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只不过变成了是谁查的问题 是 实时聚是预计和那个模块就是record给你查呢 还是这种认知 query 这种是长时间的曲线每一个点给你查出来 他每一个点都是一个G 理解吧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G 假设我这是十个点 我就十个G的内存 但是你那边 你虽然你那个结果只是一兆的内存 但是你的后台实时聚合的那个模块 他每一个点也耗一个G的内存 这个点很重要 这个点理解了吗 有人理解吗 我刚才语速很慢啊 有点理解吗 对 但是也不全对 就是你说的 预计和没有省资源 我们想一个极端的场景 就是你们想的差不多 但是没有想的特别全面啊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如果现在都是只有一个查学 我一个是预计和 一个是实时聚合 就这么说吧 比如说 就我这个中查群啊 中查群A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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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说一次能快乐 对吧 一个点耗时 耗一个G 对吧 那么 我的结果值 结果值 耗 结果值 一个点 耗 消耗 消耗 一个点耗 一兆 对吧 那么我现在要查 我这个论质快乐 就一段时间吗 论质快乐 查 十个点 我如果想一种 一种极端的场景啊 极端的场景 极端就是极端场景是说实上 我只有一个 同时间只有一个 一个查询结果值的查询 和一个查询中查询的查询 那么我的 我这段 对于我来说 我的资源 其实是 嗯 我想想啊 其实是 啊 想想想想 啊 不是 它其实还是省资源了 它其实还是省资源了 大家想想 思考一下 它怎么省的啊 因为是这样 就是 嗯 我 我查询这个 十个点 我也可以打算成 十个单一的点 查十次 对不对 因为我 我这个预计和这个结果值 就是十个单一的点 查十次 对吧 就是 就是如果我完成 十个点的这个结果值 我也需要 稍后十个计的内存 只不过我不是在 同一时刻打出去的 但是啊 问题来了 就是 当我这个结果值 再次被查询到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结果值了 我不需要再去 再去查它那个 一次了 但是我有一个重查询 另外一个重查询进来 也是查的同样 就另外一个人也是查的同样是这个 但是我如果没有预计和的话 我只能每个点又耗一个计 就是完全就是没有缓存 没有共用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查十个点 我的定发的内存消耗 其实是二十个G 但是你那边 你我只需要十个G 因为十个G已经全部消耗完了 我消耗一次 我这个结果就已经保存下来了 我下次我不需要再消耗它了 我直接查结果值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真实的一个省资源的一个场景是 很多人去查这个事情 然后呢 一聚合呢 查一次就全部查完了 就一个点一个点查完之后 组成这个结果值曲线 它就消耗 你到底有 比如说咱们一共有十个点吧 它就消耗十个G 但是你有两个人去实时查询的话 它就是二十个G 三个人就是三十个G 四个人就是四十个G 十个人就是一百G 这个理解吗 对 所以实时聚合的真实的资源节省的场景 就是这个资源一旦被实时聚合完之后 那么它就不需要再去走任何的原始查询 但是你 对 但是你那个 但是你那个实时查询的话 你什么时候查 什么时候就对得走一遍 除非你后端后端存储又缓存 那个M3DB的 它是有LRU的开始的 它是后端存储又缓存 它是能够缓存中这个东西 但是你你你也隔不住 比如这个缓存 毕竟有失效时间 比如过个五小时 它又失效了 你也隔不住五小时 它又来这么一遍 对吧 所以这是它预据合最最厉害的一个点 但是你能说这个十个G 就这个十个点 每个点的一个G 这个是一共十个G的内存 它一点都不需要开枪吗 不可能 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点 一个点要要去 要去把它算出来的 它只要有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G 所以它就是十个G 但是那边有可能是10乘N 随着时间范围拓拓拓拓拓展 有可能是10乘N可能很大 对吧 所以这是它整体的一个 随着你这个查询一旦被固化下来 就是说你这个查询如果很热的话 那你去做这个事情 绝对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但是它这个实时查询 但是它这个预查询 竟然说到这里的 它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弊端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比如说你看